最近我们这个玩盆景的一个圈子有个问题 有个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 就是一些男主播也好 或者女主播也好 或者一些卖素的舒逢者也好 他们不管好与坏的素都会跟你们说 这个素它是畅畅级别的 什么年功很老 这个很厉害很厉害 比如这棵素 这个素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商品素 可能价值值个几千多块吧 但是你把这个素给他们 让他们去买 他们肯定会跟客户介绍说 这个素它也是个餐长级别的 反正就很厉害就是 就很扯淡 这棵素也是 这棵素其实也是 这棵就是比较不好了嘛 一些比较无联商家 他也会跟客户说 这个很厉害很厉害 完全是达到了餐长级别的标准 是不是感觉很扯淡 很黑暗的一面 不过站在他们那种赚钱的角度来说 他们是通过这种方法赚到钱的 是没错 因为很多客户他会认为是真的 如果说站在我们这种玩树的一个圈子来说 玩树的一个美好环境来说 其实我觉得这种做法是挺无语的 而且还有点无耻 是吧 是吧